《鐵後語》可以說得是 街頭巷尾 星斗市民的 智慧結晶禮 在廣東境內 非常流行 他們不單止 風趣幽默 而且更好 鐵切全神 用粵語講出來 真是越講越精彩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宋曉光 我一位朋友 他想送兒子 去外國留學讀書 經過親戚的介紹 就找到一位 自稱是這方面專家的人 來代辦有關的手續 我遺掌見過這位 自稱專家的人 回來 就和我朋友說 他說 出國留學 是一件大事 一定要小心從事 你所找 那位專家 我就怕他是 生蟲拐掌 啊? 生蟲拐掌? 這句 邪後語 到底是怎樣解釋的呢? 要明白 生蟲拐掌 這句邪後語 就要想想 如果一隻拐掌 生蟲 被蟲鑄爛 就會發生什麼情況呢? 拐掌 就是被那些 不良於行的人 又或者是 腳骨力不夠的老人家 用來支撐 行路的工具 一定要夠 堅韌夠力 才好 因為這樣才夠安全 但是 若果好地地 一隻拐掌 生蟲 被蟲鑄爛 那隻拐掌 就會變得危危附 不再可以用它來支撐 若果勉強用它的話 恐怕 走走走 它突然 一聲 就斷了 整個人 就會中了 扑到地上 而受傷 所以 生蟲拐掌 這個血後語 就是 難以靠 不可靠 這意思 就像那位 自吹自擂的專家 他說 可以代辦一切的 出國留學手續 但是我的儀仗 見過他之後 對他的印象 可以說是認真麻麻的 我的儀仗 就對我的朋友這樣說 他說 我恐怕這位專家 是生蟲拐掌 意思是 這個人難以靠 不要靠他來 代辦手續 是這個意思 講到生蟲拐掌 難以靠 這句血後語 令我想起 清朝末期 腐敗不堪的八旗兵 講起上來 經過歲月的不斷侵蝕 任何事物都會變得衰老腐敗 而這些變質的事物 往往就會失去他原有的光彩 而他的價值也會大為降低 以清朝的八旗兵為例 而清太祖 魯爾哈赤 之所以能夠 清霸關外 最主要 就是依靠八旗兵的威力 而順治 之所以能夠 順利入關 統治全中國 最主要也是依靠 八旗兵的威力 所謂八旗就是指正王正紅正藍正白這四旗 另外還有雙紅雙黃雙藍雙白這四旗 加起來就是所謂八旗 八旗兵雖然在初期武功高強非常之勇敢 立下是犬赫的戰功 但是在入關之後 經過了二百多年的養尊處憂 原有在關外的勇漢之氣 早已是消磨淨盡 變得腐敗不堪 所以到了清朝末期 這些八旗兵已經很難依靠他們 來保家衛國 正因為八旗兵已經變得腐敗不堪 就像生蟲拐杖一樣 再難依靠 於是清朝在後期 要平定太平天國 唯有依靠 由曾國凡和李鴻章等人 所率領的商軍以及懷軍 才可以轉危為安 從這件事看來 任何事物 若要歷久常身 萬古長傳話 就一定要以時俱盡 否則就會被時代淘汰 和各位講解過 生蟲拐杖難以靠邪後語 現在和各位講 生蟲這個生字 以及三個以生字 所組合而成的字 首先講一下 生字自己本身 是有兩個讀音 若是生蟲、生仔、生日 就讀過生字 若生命生生不息 就應該讀過生字 人生於世 全宗接代 自然就生生不息 若牛字做生字 這是生畜的生字 古人有所謂三生六畜 古人以前本來是靠打獵為生 後來定居了 懂得順養一部份的動物 作為自己的食物 作為看門口 代步工具 作為耕田的工具等等 所以人類懂得自養生畜 可以講是進化史上的一大進步 呂字邊做生 這是聖事的聖禮 中國有所謂百家聖 以前既有聖又有是 後來取消了事 便留下聖 百家聖相信大家都已熟能牆 若樹身邊做生字 這是品性、性格、性別的聖禮 酒後亂聖 即是一個人 本來平時尋規道舉 但當他一喝醉之後 便會酒後亂聖 互作非為 所以我們喝酒一定要有節制 以免酒後亂聖 更要避免酒後駕駛 今日和各位講過 生生不息的生字 智養生畜的生字 百家聖的聖字 以及酒後亂聖的聖字 今次和各位講解過 《生蟲拐掌難以靠》 這句血後語 以及相關資料 相信大家都明白了 以後如果有人提起這句血後語 你就不會感覺到莫名其妙 好了 下一次再和各位講解 另外一句 喵吹橫生的血後語 記得繼續留意收看 拜拜